纳美的宙斯天后棒展现了雷电以及天后棒的形态变化 但是天后棒还有其他的能力 比如风雨还是圣楼等 那么这些宙斯能施展吗 如果这些都能施展 那纳美是否能成为仅次于达玛凯多的天灾即战力 完全有可能啊 宙斯天后棒可能是将原本纳美围绕天后棒的能力 施以近乎四皇级别的放大 但就雷电这一点就已经非常夸张了 如果让纳美的天气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那草帽团航行可以说就是自带一个天后控制器 在战斗辅助的级别能够让纳美如虎添翼 而且宙斯排天后棒它可能变换形态 能变换成蓝牙棒 能更加夸张的伸缩大小 陆飞成了孙悟空 结果孙悟空的如意金弓棒到了纳美的手中 某种层面来说 现在的宙斯天后棒就是海德王世界的一大神器 那么它能否让纳美成为仅次于大妈凯多 这种天灾级别的战力呢 在影响气候的层面是存在这个想象空间的 但在绝对战力的层面 那和大妈凯多绝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如果要用海贼级别来定义纳美现在的天后能力 我认为是七五海级别 而不是四皇级别 但这已经完全够用了 神兵宙斯排天后棒在手 纳美现在在我心中 绝对就已经是一个七五海级别的战力了 订阅ORE 那边数 combien 连不得完 是不是 不要